泛藍吊吊可說是爵士樂中最廣為人知的一張專輯的 因為樂手的精彩表現 使得爵士樂愛好者可謂人人皆可朗朗上口 然而裡頭還有不少寶藏等候我們去探險 也由此真正了解到爵士樂最重要的創作精神 John Cochin的曠世巨作為何只演一次 他登上了怎樣的巔峰 為何爵士樂手講到這張專輯 總是畢恭畢敬 除了標題同名曲外 其他曲子如Mr. PC, Nightmare等又是指誰 搭配樂手的藝文與他們的音樂成就又在哪呢? 在Dev Brubeck的巧手之下 節奏與曲勢被成功實驗了 搭配Paul Desmond迷人的薩斯風聲響 他們的音樂竟然也影響到虎膽妙算 這是否也是酷派爵士的出口呢? Onic Coleman已經在這裡預告了自由爵士的到來了嗎? 爵士樂除了和弦、節奏 仿佛在旋律性與合奏模式上產生了一些新想法 聽不懂自由爵士? 或許這是個好開始喔! 另一位與Miles齊名的樂團領導人Charles Mingus 本身不但是傑出的低音大提琴手 在領導統一方面也是十足的暴君風格 想知道這位大鬍子的真性情 或是聽聞他與Miles之間 不同當今政壇的放話 訴諸媒體的風氣嗎? 演奏風格截然不同的鋼琴家 Cellarise Monk 在50年代後期 終於受到了一些矚目 也讓他有預算 能組織一個Big Band 來詮釋他那乍聽之下 破碎而扭曲的音符 我們來體驗新鮮的搖擺風格吧 爵士樂中影響力最為深遠的吉他手 是在怎樣的音源際會下被唱片公司發掘 而他的演奏風格又如何帶給後世吉他手們諸多啟發 不會看譜卻能彈出美妙旋律的傳奇 值得我們來認識 不是很多人談論Eric Dolphy 但是這位能操控多項管樂器的大師 演奏的風格與可能性的開發 卻影響了伊托拉庫的爵士音樂家 讓我們從1959年 他從紐約斬鬥頭角看起 聽聽他音樂中的美感吧 1959年在法國坎城 一部電影《黑色奧菲爾斯》 將Bossanova的樂風推展到世界舞台 這樣的樂風在巴西是怎麼形成的 與爵士樂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如何 從庶民音樂到城市文藝音樂 誰具有指標意義呢 想要認識當代流行音樂 而不談磨城之音 就好像拼圖永遠缺了那麼一角色 1959年是Motown唱片的創始年 也是黑人音樂發展 最輝煌的時代爛商 爵士樂手紛紛投入錄音室的結果 讓我們來為您說分明 1959年的十章跨時代爵士樂專輯 與音樂家們 起編與凱亞的爵士原理講堂 持續推出好料 好的 我們下次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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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